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平安喜乐 我们要向他感恩 在教会的资历里 十一月一日也是诸圣日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许多知名的 也有不知名的圣徒已在天上 诸圣日是来纪念这些圣徒的信心和在世上所做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在世的基督徒可以学习他们伟大的付出 这一日无论是天主教和大宗派的基督教都会在这主日敬拜纪念他们 因为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将和这些圣徒相继 在这里我要特别纪念 今年三月因为COVID-19在纽泽西过世的我的属灵恩师 谁真正牧师 还有在九年前盟主恩召的我的最好的朋友 也是属灵的伙伴 陈锦莹弟兄 Brother Paul Tang 谢谢这两位已在天上的圣徒 在世上所做美好的圣工 成为我属灵的一个好模范 弟兄姐妹 今天我要传人的信息是来跟从我 在新叶福音书里多处的记载 主耶稣常看到某一个人和某一些人 就对他们说 来 跟从我 come follow me 比如以下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 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 坐在碎棺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 跟从了耶稣 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 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 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 夫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 主啊 勇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散掉生命 凡为我散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人若撞到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所以耶稣说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 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所以从这些经文里 我们的主耶稣传呼应的日子 你常常邀请人跟从他 我们常常听到儿童子日学唱的一首很可爱的诗歌 I will make you fish of men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 好不好 和我一起来唱这首歌 音乐 I will make you fish of men fisher of men fisher of men I will make you fish of men if you follow me if you follow me if you follow me 我要教你等了你等了你等了你 我要教你等了你你若跟从我 你若跟从我 你若跟从我 我要教你等了你你若跟从我 这首俄歌的背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到二十二节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就是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 我要教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捨了网,跟从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耶汉 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 耶稣就召呼他们,他们立刻捨了船 变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现在我们大家来看一个很短的视频 要这些人就知道了 和兹人一起来看一个小小小的 印象 在宇宙,上面的金帝 原来上,不知材料 你不知材料 优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思想主耶稣在这方面的教导 第一个字是来 第二个字是跟 第三个字是我 第四是舍 还有第五个字是得 来 这个来是一个邀请 如果是一个邀请 我们就可以选择 接受还是不接受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时 我们可能会误以为 耶稣在路上行走 走呀走呀 随便看到一个人就跟他说 来 其事不是 这个来是对 已认识耶稣的人说的 西门 安德列 雅各 和耶汉 已在加利利海 听过主耶稣的讲道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17节 这样说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 你们应当悔改 所以他们已经听到一段时间了 主耶稣知道他们认识他 而且享用他们 所以当看到他们的时候 就跟他们提出邀请 说 来 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 我们当中 是不是也认识主耶稣 一段日子 今天主耶稣 也是对着我们这些认识他 一段日子的人说 来 我们是不是 愿意向西门 安德列 亚克和耶汉一样 接受主耶稣的邀请 来跟从 我的第一步 是要接受 来这个邀请 第二个字是 跟 跟是跟在他后面 或者是和他同行 从是顺从住他 跟从他 以主耶稣为独一的领袖 他是带领者 而我们是跟随者 我们要知道 和建立领袖与跟随者的关系 跟从是追随的意思 因为他的缘故 而跟随他 为这个缘故 肯付出任何的代价 跟从不是随随便便 过过关 过关是一下子的事 有时我们面对问题 过不了关 我们跟从耶稣 希望他帮我们解决问题 问题解决了以后 我们就不再跟他走了 跟从是天天的事 而是一生 跟从与主同行 走主的路 请问你肯跟从他吗 还有跟从是走在后面追随 但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的 已经走在主耶稣的前面了 我们一一孤行的走在前面 渐渐地忘了我们是一个跟随者的身份 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 来做事 而不是凭主的意思 我们祷告是凭自己的意愿 而希望我们主耶稣 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愿 因引我们成全我们 第三个字是我 这个我是我们的主耶稣 但今天许多的基督徒 却跟从了错误的那个我 我们不知不觉地跟错人 而慢慢地走偏了 离开了主耶稣 越来越远 今天有一些的基督徒 去教会敬拜的动力 是因为有三点 第一 他们喜欢人说会道的传道 有听过有人这样说 我去这个教会 是因为这个牧师讲道 我很喜欢听 所以这个牧师去哪里 我会跟到哪里 教会的危机是 有些传道人 以代替了主耶稣 成为了信徒的偶像 因为他们传扬的是 工从者喜欢听的道 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这样的签名 我们既然蒙怜悯 受了这志愤 就不善等 乃将那些暗昧可辞的事 绝了 不行窥造 不妙讲上帝的道理 只将真理表明出来 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建一个人的良心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受了执犯的传道人 要把真理表明出来 不妙讲上帝的道 不是讲人喜欢听的道 更重要的是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这样说 我们言不是传自己 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扑人 第二点 许多人去教会的动机 的动力 是喜欢著名的乐团和歌唱家 我也喜欢著名的乐团和歌唱家 因为听这些高水平的演奏和演唱 的确是很享受 但若是把演唱会代替的敬拜就不对了 许多人误以为音乐带来的感动 就是圣灵的感动 因为我们听属世的音乐 动听的音乐也会受感动 今天不少人去聚会 因为那里有吸引人的音乐敬拜 但那来跟从我的那个我 已经不再是主耶稣 而是音乐的偶像 第三 有些人去教会的动机是喜欢建筑堂皇的大祭会场所和大教堂 许多人喜欢去大大的祭会 因为那里的人很多 节目多 音乐棒 好像只有在这样的场所才会感觉到神的同在 我以前去南加州 也很喜欢去Chrystal Cartier 就是水晶大教堂 这是Rev. Robert Sutter在1955年创立的 有非常辉煌的历史 非常壮观的大教堂 非常大的广风琴 很棒的音响 还有让游客观赏的景点和博物馆 我也曾和这位著名的电视扑道家Rev. Robert Sutter 夫妇一起喝照过 我非常尊敬这位传道人美好的圣工 可是当下一代接班人出了问题 2010年著名的Chrystal Cartier 财务危机宣告破产 而被天主教收割 现在我已经没有再去那个教堂敬拜了 因为那个教会已经不存在了 我若有机会回去看 也只是游客喜爱的一个景点而已 弟兄姐妹 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 也没有堂环壮观的大教堂 祂在山上 祂在河边 领人归主 我们也一样 无论是教会的大小 只要真实的传扬真理 必蒙神的喜业 在乡下农村或是在城市中的大教堂敬拜 神看的是我们真诚的心 所以跟从我的这个我 不是著名的传道人 不是著名的音乐家 更不是大教堂 要跟从的我是我们的主耶稣 第四 舍 我们若要跟从他 必须肯舍 彼得安得列 为跟从他而舍了王 王是他们的萌生的攻击 雅各业汉留下了网 船跟故宫 父亲也跟从了主耶稣他 显得意见 不肯舍就无法跟随主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散掉生命 凡为我散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人若装着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著名的Francis of Assises 圣法兰西斯 他进入修道院之前 不但要抛弃父亲要给他的财产 就是连身上穿着的衣服都要脱下 交房给他的父亲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很大的付出 除非真正明白主的邀请 否则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为耶稣说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所以那个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的少年人 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主耶稣要他放弃他许多拥有的 但主耶稣也说 人若装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 又有什么益处呢 人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第五个字 德 弟兄姐妹 有舍就有德 主耶稣要我们有所得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做了很多德人的工作 他也要我们成为一个德人的人 但看我们肯不肯跟从他 若是我们不肯跟从他 他就无法把我们造成一个德人的人 今天有些信徒虽然已经得救 但因为不肯真正的跟从他 所以到今天还不能成为一个德人的人 我们刚才看马太福音四章 跟从我的经文里面 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 有更详细的记载 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 耶稣站在格尼撒冷湖边 众人拥挤他 要听上帝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 打一的人 却离开船 洗往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了 请他把船蹭开 稍微离岸就坐下 在船上教训众人 讲完了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瞎往打鱼 西门说 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瞎往 他们下了网 就围住许多鱼 网行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 他们就来 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 就服服在耶稣的气前 说 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 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 雅各 耶汉 也是这样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他们把两只船 拢了岸 就体现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 这时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个五分钟的 非常有趣的卡通视频 动作快 把网洒下去 真是白忙了 出汗一整夜了 一整夜 结果什么都没有抓到 哦 脾气上来了 再伸一下西门 很快就要回家睡觉了 我的床都被睡地搬走了 哪还有床睡啊 西门 人手不够 那带的家伙 这会儿又不见人影 雅各 西门 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 来的可真是时候哦 忘了我们得捕鱼吗 小兄弟 我知道雅各 我们迟到是有原因的 最好是有 我们找到他了 找到谁 尼赛亚 尼赛亚 是喜约翰 要我们跟从他 我们就跟从他了 还跟他说了好多话 对啊 一整晚 一整晚 说错话咯 一整晚 我们都忙不过来了 你们两个不但没做事 还浪费时间在 你是谁啊 你是谁 耶稣 就是他 就是我们说的那位 迷赛亚 拿撒勒人耶稣 冷静点 西门 迷赛亚 我们期待已久的迷赛亚 一个穷酸的拿撒勒人 是真的 西门 把船开出去 什么 做什么 你想捕鱼不是吗 为什么听你的 我们忙了一整夜 什么都没打着 我 快点 西门 雅各 试一试也没损失啊 都已经忙了一整夜了 走就走 看看他耍什么花样 好吧 让你们早点死了这条心 下个礼拜 换你们两个来捕鱼 就在这里下网 简直是浪费时间 真没意思 抓到鱼在叫 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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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看啊 快啊 过来帮忙 鱼太多了 王子快破掉了 叫其他船来帮忙 船 找其他船过来 船 船 下网 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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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收获最多的一次 这次转大了 这是二十颗了 那要三十颗了 拉比 拜托 请离开我 我 我是个罪人 不要怕 西门彼得 跟从我吧 什么意思 跟从我 彼得 你们也是 来跟从我 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 你是说 现在 没错 彼得 这是我们最丰收的一次 从今以后 你们要得人 就这样走掉 生意怎么做 不做了 在这段经文里面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教导 把船开到许身之处 西门彼得和他的伙伴 都是以打仪为生的 他们是庄业的仪夫 可是 整夜 劳力 没有达到什么 主耶稣 吩咐他到水深之处 他听了 赵主的吩咐去做 结果 是 他和一切 同在的人都 惊讶 这一网 所打的鱼 多到网都快破裂了 何等的奇妙 今天许多教会的传夫人和外长的工作很难的施展 是不是像西门彼得一样的困境 许多教会在自己的小范围里面杀网 希望人 得人 却是一无所获 就好像一个小池塘 有许多人在那里钓鱼一样 钓不到鱼 有时还会 那个钓鱼线打结在一起而引起的争执 主耶稣要我们到水深之处 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意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四十年前 神在普林干第一长老会 开始了台语的事工 差不多在六年前 我们在许多有爱心 又有看见的 说台语的长辈们的支持下 开始了国语的礼拜 三年前 主招呼了江胜曹牧师梁安林传道 和我在美国长老总会 和救星山中会的支持下 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教会 硅谷复乐长老会 感谢神 普林干教会在年初的时候 碰到了极大的挑战 慈悲的神 年明 让我们安然度过 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里程碑 把神的教会延续下去 不但要延续 而且要发展成为一个神所爱的教会 教会若是要兴旺 人人都要来跟从主 成为一个得人如得意的基督徒 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有共同的看见 要到水深之处 在那里有很多的仪 有很多的世上的灵魂 在等着我们 应用高科技和网络 能够接触到更多更多的人 感谢主 我们现在有通过网络的机会 能够接触到国内许多的同胞 弟兄姐妹 他们很白切地 要知道福音 很有追求的心 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像主耶稣这样的教导 要到深水之处 去来寻找那些示弱的灵魂 感谢主 希望我们能够听和响应 主耶稣的邀请 来跟从我 今天我的信息分享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花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